您先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惠客室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西PNN 還有公民行動議員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讓大家去了解到 在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一些更複雜的一些制度 政策 文化等等面向的問題 雖然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事實上很多都是在訪問社會議題 或者是在訪問一些 參與社會抗爭的這些朋友 那這些抗爭的朋友 其實我們都會發現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們雖然看起來很堅強 可是一個人會成為一個抗爭者 他背後其實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或者是一個看起來很堅強的人 很有勇氣的人 他背後也許可能都是某種的軟弱 或者是說當這個人去參與一些 社會運動 社會行動的時候 他也許其實是在對他的家庭的 這種所謂的過去的經驗 或他自己的生命經驗的一種反應 那這個現象這樣一個狀態其實也不是只有這些抗爭者 或許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會有類似的情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是一位大學教授寫的 那他是我們今天的來賓張淑媚 淑媚你好 中翔你好 各位觀眾好 淑媚這本書其實就是在談人的故事 這個人的故事其實就會看到一個人的背後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教育學者 其實也常常長期擔任有關於輔導的工作 所以這本書裡面記錄了非常多 他在去進行輔導 或在課堂上面一些經驗 而底頭也談到剛剛談到的這些 很多人他怎麼樣活下去 或者是怎麼樣去面對社會的各種的勇氣 不過這本書的名字其實有一點長 這本書叫做私下標籤找回自己 你是自己最大的勇氣 然後二十二個從困境破繭而出的青春故事 很少看到一本書的書名這麼長 而且他其實有三個概念在這邊 剛剛我們在這個預防的時候 淑媚老師說這個問題好像是在口試 就是有三個概念 私下標籤找回自己 然後你是你自己最大的勇氣 這三個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呢 OK 我會以一個回答口試的研究生 慎重心態來回應 而這個書名其實是出版社幫我取的 那剛開始我也覺得哇好長喔 但是這是出版社的同仁們 共同投票出來的題目 所以我也很樂於尊重 但是剛開始覺得它很長很拗口 但是後來覺得其實私下標籤找回自我 其實就是我這本書的一個最大核心 對 而且我也在這本書 這麼多故事的書寫中 發覺我們每一個人才是找回自己勇氣的 最大來源跟力量 所以這本書名很竊合我的書 不過私下標籤跟找回自己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就是我們似乎活在一個被標籤化的世界裡面 可是即使你私下的標籤 你發現這個標籤的存在 你也未必能夠真正找回自己 對 沒錯 那個我在大學教書13年了 那13年的時候我遇到很多的大學生 那這些大學生也曾經被我貼上標籤 或者是被社會主流的價值觀貼上標籤 特別是我們老師很容易遇到那種 課堂打混啊 翹課的學生 或者是 也有很多年輕人他可能在感情上處理不當 有一些劈腿的現象 或者是職場競爭力弱抗壓力低 我們很容易給現在的大學生 就是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 簡而言之 甚至有人就用草莓族來形容這個世代 我也曾經為我這些大學生貼過這樣的標籤 但是後來我這些年自己在心靈領域 在敘事治療的學習的過程中 我才發覺 其實與其把他們標籤化 倒不如從這些打混不認真的 這些標籤裡面 撕下這些標籤 然後真實的 如實的 用好奇心去看待他們的故事 就發覺他們其實遠比我們想像 有更多元的脈絡 還有更多勇敢的故事在裡面 所以這本書後來出版社才定調為 就是讓大學生私下標籤 然後找為自我的這個概念 有些標籤可能是一個外在的人 給予賦予的一種對他的刻板印象 可是這些刻板印象 某種程度上面可能會來自於 他自己的生活的歷程 就是說好了 例如說我們今天看到很多人上課 可能是打混 可是打混其實有可能是 跟他從小的教育習慣 或是養成習慣 有關 例如說很多人覺得說 現在很多人打混 很多人不專注好了 現在年輕人比較不專注 是因為他從小玩手機 那是因為這個手機的 介入到他的生活裡面 而導致他會產生 各式各樣不專注的這一種情形 所以其實標籤不是只有 純粹的外在貼上的 他可能會跟他自己的生命經驗 是有關的不是嗎 對 所以你剛剛講打混這個標籤 是我們最容易給大學生貼上的嘛 那事實上我們經歷過太多課堂上 不管在課堂裡面謊神 或者是滑手機 或者是面對課堂學習 漫不經心的學生 那當我試著用好奇心 去了解他們的故事之後 我就發覺 哇 這個打混 其實不是一個刻板印象而已 而是他們在這個打混之外 其實內在有太多的掙扎 那譬如說有一個曾經從系上念到研究所的大學生 他一路念了七年 可是我看到他真的都在混 連研究所都會翹課 那後來有機會認識他的故事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麼多年 他完全念一個只是爸爸媽媽要求的科系 那只是為了滿足爸爸媽媽希望他拿到一個碩士文憑的期待 所以他念得漫不經心 那個漫不經心的後面是 他掙扎著什麼時候到底可以做自己 聽自己的聲音 但是他又始終捨不下媽媽的期待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漫不經心造成 那也在聆聽了他的故事之後 後來才發覺 當他找到自己想要念的時候 哇 那真的就衝得很快 然後不用別人要求他 然後他就可以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所以後來從這個學生身上我發覺 其實有些學生他的打混 只是要很多年的時間才有勇氣做回自己 做自己真正想要的學習 我自己看完這本書 除了你剛剛談到所謂私下標籤找回自己之外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其實跟這個概念是有關的 就是它是一種規訓與抵抗的不斷的奮戰的歷程 就是說一方面這個標籤可能來自於這個社會的規訓 或是來自於所謂的某種的社會的養成 可是就像你剛剛談到的例子 我們可能背負了很多父母親的期待 但是其實他也在做抵抗 但是有些人抵抗得了 有些人抵抗不了 那當然這個抵抗的這種所謂的態度 可能會反映在他的這種所謂的客業上面 但是也可能反映在他的社會參與上面 這本書其實很有趣的地方 也許我們待會再回來談這本書 不過我要想的是在這本書之前 其實在你的臉書上面 其實或是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你寫完這本書 有一種心理的糾結 這個到底我該不該給我的父母親 看到這一本書呢 你又很希望他看到 又很擔心他看到 那因為這裡面有太多 你自己的成長的故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糾結 其實我到中年 特別是四十歲以後 我也只有一個很大的渴望 我希望能用更真實的面貌 跟別人互動 跟自己互動 然後所以在這本書 其實很大部分滿足了這個渴望 所以我在除了書寫這些 大學生的故事之外 我也都會書寫不管在 我年輕時候的家庭故事 感情故事 或者是參與社運的故事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有年輕的那些故事 我才能夠去理解 某些學生的故事 是我們的故事彼此交會的 然後在家庭故事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些年很多大學生 很重要的議題就是怎麼跟家人 跟父母的期待共處 那我自己年輕也走過這段歷程 所以我就有寫 那我的標題還叫 從淘家到回家 其實寫的時候是寫得很暢快 可是因為我爸爸媽媽 很關心我出書的事情 然後他們一直覺得 出書就是我們家的榮耀 沒錯 一天到晚就關切我 什麼時候出版 但是我心裡面又很不安 我想說 光看到從淘家到回家 就是這篇文章 到我媽會發飆吧 或者是我媽會覺得 家醜你怎麼可以 對外面的人說 可能會有很多反應 結果他們看了嗎 就有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因為我媽媽 左眼是 左眼全盲 然後右眼有0.2 很稀微的視力 她又平常不太有辦法看書 我就想說她應該不會看吧 沒想到我爸 就很認真地提醒她說 這本書其他地方 你不用看沒關係 那一篇有想到你 你一定要看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說 結果那時候 很戰戰兢兢地打電話回去問說 爸媽有沒有生氣 她有沒有看那個 因為我爸的提醒 我媽真的就拿了放大鏡 一個字一個字的盯著看 沒想到在電話裡面 她的回應是 哇咪你說你有沒有 你擔心我生氣 但是我覺得你寫得很好啊 而且你怎麼小時候的故事 記得那麼清楚啊 我這時候有一點被擠發涼 我不曉得她那句話是正面還負面的 我說對啊 對小時候的事記得很清楚 那我媽媽後來就說 我從小都沒念什麼書 有一個女兒可以出一本書 我真的覺得很驕傲 你真的寫得好好喔 那一刻我在電話這一頭 我就哭了 我覺得就長這麼大 還是覺得得到媽媽爸爸的肯定 這個比旁邊千百個肯定 其實更扎心 對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媽媽真的 這些年有這麼大的改變 然後願意 願意接納我這本書 就後來隔了兩個禮拜 又回高雄之後 然後跟爸爸媽媽聊起來 他們就說後面的故事 他們就看不太下去喔 為什麼呢 就說我爸就很謙虛的說 後面就比較刺激嗎 我爸很謙虛的說 因為後面的故事 大部分跟你家庭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我爸很謙虛的說 我最近眼睛不太好 也沒辦法看 但是後來我媽媽 就特別交代我 這本書千萬不要 給家裡面的晚輩看 會帶壞他們 什麼什麼同性戀 什麼的那些故事 千萬不要給家裡的晚輩看 我那一刻才知道 其實他們後面有瞄到 但是可能為了 怕破壞某種和諧 不敢當面跟我說 但是呢 又希望我這本書 千萬不要帶壞家裡的晚輩 那雖然我心裡面 還是有點難過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真實地表達了 我的心聲 在某個層面 爸媽不太能夠認同 這本書後面的一些 學生的故事 不管是參與運動 或是一個雙性戀女生的故事 但是 起碼在某個部分 她為我的出書而驕傲 那跟家人之間 就算有一些觀點的起義 我覺得現在的我已經是接納了 這就是一個多元社會 不過跟家人之間有觀點的起義 我覺得其實還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雖然同屬在一個家庭裡面 雖然可能從小 至少到二十歲之前 十八歲之前 是在一起生活 可是事實上 當你開始進入到小學之後 你的生活經驗 你的生命經驗 其實跟家庭是不一樣 甚至是某種的斷裂 所以以前會是媽媽說 爸爸說 後來就變成同學 老師說 同學說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不同的價值 進入到你的生活裡面 特別是 當你進入到一個大學裡面 它可能是更多樣更多元 我相信很多學生 也會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 那我要怎麼 跟我的父母親溝通 例如說同婚的議題 我要怎麼跟父母親溝通 大家在長輩圖裡面 在LINE貼圖當中 就一些你會覺得 不可思議的這種內容 但是他們是信以為真的 那我又不認同 而且它也不是真的 我該怎麼辦 對 我覺得跟家人的互動 一直到現在 對我還是課題 那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離家遠遠的 我很少回家 就是要躲的 就是媽媽的唠叨跟管束 那我因為年輕 走過那個過程 所以如果年輕人 來問我的話 對我來講 我覺得勇敢做自己 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那到底用哪個層次 來勇敢做自己 要看自己身上 有多少power而定 那特別對年輕的 大學生來講 我覺得身上 沒有power的時候 無法抵抗的時候 最簡單的就是 逃得遠遠的 利用在外地唸書這個理由 少回家 在外面發展自己的模樣 用空間去換取彼此的這種關係 對 我覺得其實逃離 一時的躲避也是很必要的 那當自己身上 有更多的power之後 第二種狀況 第二種勇敢就是 直球對決 回去直接表態 然後也許有點嗆聲 然後有點大聲 這不怕破壞關係嗎 這個會破壞關係 可是 這時候已經比第一階段的逃離 有更多的power了 才敢這樣嗆聲 那這都當然 一定會造成家裡面的 某種程度的疏離跟衝突 我覺得往往有時候 它也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那如果有更多power的話 我覺得第三階段 反而就是溫柔而堅定的 表達自己 那我現在因為已經50歲了 對我來講 我比較現在可以做到這個階段 我溫柔的表達我自己 但是那個立場是堅定的 但是同時我願意尊重 家人不同的看法 而且我當發現家人 像我媽媽一直覺得 你不要去外面宣揚什麼 同性戀的事情 剛開始我以為 他鄙夷的是那些同志 可是不對啊 他身邊根本就沒有任何同志 後來聊著聊著 我才發覺 那個撈到背後 不是 是一種愛 擔心同志 他擔心的是我 擔心的是我 被別人指指點點 擔心的是我 因為跟別人不一樣 被別人用另一種眼光看待 所以爸媽的那個觀點不同 很多時候是愛 然後是對兒女的擔心 我覺得穿透到那個核心 知道這層關心之後 其實反而不是論邊 是好好跟他說 OK 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歷程 就是也許我們看到 某種衝突的事實上 他不是真正的衝突的原因 那也許我們待會 再回過頭來談 這本書裡面提到的不同的故事 以及淑媚老師 整個成長的歷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參觀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要來跟大家談這一本書 私下標籤找回自己 你是你自己 你是你自己 最大的勇氣 二十二個從困境破繭而出的青春故事 真的是一個比較長的名字 不過很有 這個長的名字 事實上是有很大 有趣的一個地方 剛剛事實上 我們也跟淑媚老師聊到 他自己的一個家庭的經驗 從小的經歷 那事實上 我們剛剛是講說 其實這本書裡面 一直在談的是一種規訓 跟反抗跟對抗之間的這種故事 那其實這樣一個故事 也發生在這個 淑媚自己老師的身上 除了這個小時候的經驗 或是跟這本書 到底要不要給家人看 一個掙扎糾結之外 其實在你自己的成長的歷程 例如說你原本是一個國中老師 然後後來去公費留考 然後出國練書 然後後來變成一個大學老師 事實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食癌的轉換 雖然他一樣是在這個 當老師都在這個教育的領域 不過我這邊看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你在談你的自己的 這種所謂當國中老師的 經驗 裡面有這段是這樣子寫 我覺得這個是充滿了一些矛盾 他說 你說就是說 我只能下課和他們聊聊 因為你可能面對到一些 被放棄的學生 然後賺一個親切的封號 卻沒辦法改變 他們成為循規道舉 熱愛學習的學生 其實像你這邊提到 他們希望他們是循規道舉 可是同時又是熱愛學習 可是你在這個教育的過程當中 教學過程當中 你也發現有很多規訓式的東西 例如說中午的午睡 一定要趴在桌上睡覺 但是大部分人都在裝睡 或是說會常常會有一些愛家 愛鄉更愛國 這種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演講題目 然後也會對一個學生的有沒有瀏海 到底頭髮有多長 非常的斤斤計較 可是這個其實本身就是在做一種規訓 可是這個規訓 其實又是在教某種的循規道舉 但是你又覺得這是一種不好的現象 為什麼這本書裡面 或是你在這個階段裡面 充滿了這樣的矛盾 其實我從國中開始 我就很渴望成為一個老師 對 然後真的實際到了國中現場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我就達成我人生最大的夢想了 可是國中有很多軍事化 紀律化的管理 還有升學主義競爭的各種要求 那在1990年代事實上 就算是剛解嚴 對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政治口號跟標語 然後那個東西都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 我對整個教育現場充滿質疑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我渴望一種開放式的教育 但是開放式的教育 那時候去那時候的森林小學參觀 一個台灣應該第一所實驗學校 又覺得 哇 開放式的教育 真的是學生這麼沒規矩嗎 這麼混亂嗎 它好像又抵觸了我從小到大的 習慣的教室的場景 就是學生安靜的聽課 老師認真的講課 所以其實在那個階段 我有很多的困惑 什麼是好的教育 什麼是開放的教育 能不能在教育中 去除掉不重要的紀律 還有軍事管理 真正追求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格 可是那個是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非常的困惑 所以那時候離開國中教職 賠了十七萬的公費之後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對教育有太多困惑 那我乾脆去念教育研究所好了 我很想去面對解答那個困惑 從知識的層面去形式 對 所以其實這一種所謂的困惑 或是這種衝突矛盾 其實除了剛剛講 在學校的教學的場域當中 會看到 我相信可能也發生在 每一個學生的每一個同學的身上 例如說現在最近 應該這樣講說 我們現在看到 好像在這個有關同志的議題 很多人都願意站出來說 然後也願意去表達 那其實在從小到大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教育裡面 他其實是出現的 一種的狀況 這種狀況就是男生要男生的樣子 女生有女生的樣子 那雖然這兩年 這幾年性別平等教育 慢慢想要打破這些東西 可是一旦他回到家庭當中 還是一樣 男生要男生樣子 女生要女生樣子 甚至在媒體裡面 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 還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這其實也是一種矛盾 就一個這種矛盾 可能跟他自己本身的 性別的認同 或他自己的性型項 是一種類型 可是在教學裡面 可能是一種類型 可是在媒體裡面 或在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又是一種類型 你會遇到有些同學 當他面臨到這種所謂性別認同 或者是他會感受到 我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性取向 然後為什麼這個社會裡面 就是沒有辦法接納我 甚至對我產生某種壓迫的 這種狀況嗎 你說在大學校園裡面嗎 我因為我這些年都開通識課 通識課裡面 我都會有性別議題 那也會講到同志議題 可能是因為有上同志議題的關係 所以私下就會不斷 有男生女生來跟我出櫃 然後我發覺很多人確實是來自於一個受壓迫的家庭 怎麼說 對 就是譬如說不小心被爸媽發現出櫃了 然後無法得到家人的諒解 然後長期處在冷戰當中 或者是父母就完全跟孩子隔離 或者是落狠話要脫離父母或親子關係 對 然後所以有很多的同志他們只能在外面尋求他們的慰藉 還有支持跟鼓勵 而其實他們心裡最渴望的是跟家裡和解 但是可能因為性別棄質的不是那麼的主流 而被家人排舉 所以我覺得剛好認識很多學生他們在家裡面都有傷心的故事 但是我也有遇到很奇妙的故事是 譬如說因為家裡破產 那因為家裡破產 所以整個大學的學費他都要自己賺 完全沒有依賴家裡任何一分的支持 反而在這樣的契機下 當家人知道他是同志的時候 非常的接納 為什麼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關係 可能當父母知道我無能為力在經濟上供養你的時候 他會吊詭的有一種反應就是 那我也得在你的主權上多尊重你 因為父母相對的不能給孩子經濟上的穩固跟保障 這不曉得是社會學上的一種交換的概念 所以相對來講他的權威好像似乎就變弱了 所以當孩子什麼事情 經濟上完全為自己打理的時候 父母對他的容忍度就會變得比較寬 所以反而就是意外這個家裡破產的故事 反而給這個男同志很大的出櫃空間 也很大的空間得到家庭裡的認可 所以這些年我不能說都只有遇到悲情的故事 又遇到那種很正向他很早就跟家裡出櫃 然後家人也支持 他也自己獨立自主 在經濟上思想上個性上都可以獨立自主發展 有各式各樣的故事我覺得充滿好奇 而且很值得去探索 但是其實即使他想要表達 但是沒有辦法表達 或者是他想要跟他的家人說 我是某種的性情像 我喜歡的性別 不是你們所期待的那個性別 那他心裡面一定很多的糾結跟痛苦 也許他可以暫時的逃離 但是這個關係 家庭的關係 不太可能是完全的斷絕 甚至你必須要面對 那這些人他怎麼辦呢 他會過得很 可能自己就有一個很傷心的故事 我記得在課堂上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男同志學生 他是很低調的 就是幾乎旁邊人不太知道他的家庭故事 也不太知道他的性情像 他很保護他自己 那有一次我在課堂上 因為邀請那個性別社的社長 他因為從2015年的時候 很積極投入在性別運動 然後也因為性別運動受了很多傷 因為受到很多家長 或者是保守勢力的攻擊 我就請他來課堂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後那個社長 即使那麼積極投入性別運動 他自己身上都帶著很多傷害 然後他也很擔心 這些事情會不會讓他退學 那個時候我就說 社長你不用擔心 這些事情不可能讓你退學 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什麼 我願意保護你 其實當時我是對這個社長說的 那這個故事在課堂上 就這樣子分享了之後 沒想到事後我收到一位 課堂上很低調的男同學的私訊 他告訴我說 整個故事裡他最被觸動的是 當一旦發生什麼 會有一個長輩願意出來保護 保護那個社長 他就有點帶著卑微 又很誠懇的方式 跟我說 他說 你能不能也對我說那句話 如果我發生什麼 你願意保護我 我那一刻真的很難過 我不曉得這麼一個 不算跟我很熟的學生 居然這麼懇切地要求我 對他說一句 我願意保護你的承諾 雖然這個承諾 我不曉得可以為他做什麼 我當下就說了 那他從來沒有跟我求助 但是我這一句 願意保護他的話 卻成了他心頭一個 很溫暖的安慰跟支持 他知道有一個老師 願意保護他 對 所以這件事讓我意外知道說 原來有很多同志 特別在面對家庭議題的時候 真的很苦 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面對 也很不知所措 他很需要溫暖跟一些支持 他們要的就是這個 但是也許同儕願意給 但是家人願意給的真的不多 所以對於這個同學 特別是這個男同學而言 其實那樣的一句話 是一個非常大的 不只是安慰 恐怕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甚至是一種勇氣 因為他開始可以去做 某種的自我肯定 或者是有人是認同我的 事實上我們在接觸到 很多的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 特別是我們在節目一開場 就會說 其實很多人參與社會運動 看起來是在反抗 那他的確是在反抗 可是這個反抗 不見得是一個反抗體制 而事實上是在反抗 他的家庭 反抗他過去從小有的規訓 而慢慢的養成的 這樣的一種 對於所有的規訓的不滿 或是對不合理的不滿 所以這些其實是其來有之的 在你自己的接觸的經驗裡面 也會遇到這樣的學生 有 我書裡面有兩個 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 一個是318的學運的一個參與者 我覺得很有趣 但一個參加運動的學生 對他來講不只是慷慨激昂的 在面對一個議題而已 那甚至是 我從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參加野百合的學運 我也知道有一個很重大的聲音 除了是家庭的意見之外 很重大的是 我們會對旁邊的人的冷漠 很受傷 就是當自己那麼慷慨激昂的時候 旁邊的人居然是可能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的 或者是也不支持 然後這些言論 其實反而會讓參與運動的人 非常受傷 那這位參與318學運的學生 世勳 他其實是一個很活潑樂觀 然後在任何團體 都是領導者的人 而且都習慣領導一群人 去參與班上活動 一群人去參與活動 一群人去規劃設計活動 所以他是一個群體性 非常高的一個男學生 沒有想到當他決定 為318事件投入的時候 他發覺他從一群人 變成一個人 這個對他來講 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難關 他覺得為什麼之前的朋友 為什麼對這件事情不理不睬 為什麼之前的朋友 不太願意投入這件事情 對這件事情反而是 很多參與學運或社運的人 可能心理上的傷害吧 就是面對周遭的冷漠 所以那段時間他開始不斷在適應 從一群人變成一個人 但是他 我從他的敘述裡面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他一直想在那一段參與過程中 因為他是算早期 就是在立法院衝進去的時候 他也曾經衝進去立法院裡面 對所以但是他又很在意他的課業 他不想被當或者是背負被翹課的罪名 他就為自己找到一個平衡方式 就是半夜上台北 然後參加完那個進座之後 然後再溜出來 可能半夜的時候大半夜 再坐車回嘉義 然後就這樣子在那段時間 一直這樣奔波往返 他想顧及他參與運動的熱忱 跟課業的平衡 對 然後他也一直在習慣調適說 我怎麼適應這個一個人的孤單的狀況 對 這其實是一個蠻辛苦的 因為他不只是要去面對這個龐大的議題 社會體制 也必須要滿滿面對的是他自己的周遭 他自己的朋友 以及他自己的個人內心 甚至他過去的生命經驗 這本書其實就是透過這二十二個 從困境破潛而出的青春故事 慢慢的 實際上是在 不是在跟學生對話 也不是在訴說給大家知道 而是某種程度也是在跟自己對話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也想要請教 就是你教書這麼多 你也寫了這本書 也經歷過很多的這種所謂的輔導 你從學生的身上學到了什麼呢 我覺得剛開始去教書是很熱切的 想要給學生什麼 後來發覺我真的很難給學生什麼 或者是我能給出的東西 能接收到的學生真的不多 對 而且特別是知識層面的東西 我覺得我這幾年 自己在投入敘事治療的學習之後 我反而開始慢慢脫下一個助忍者的角色 因為我很多年一直覺得 教師就是一個很棒的助忍者 可以去感化 教導很多人 那這幾年反而是慢慢退下 那個助忍者的角色 然後試著去聆聽學生的故事 那其實裡面有一半的學生故事 根本他們來沒有找我求助 我只是覺得他的故事讓我太好奇了 一定有我這個世代無法理解的脈絡跟故事 所以就只是純粹邀請他來跟我說故事 那所以這些年我最大的收穫是 當我調整自己助忍者的姿態之後 我發覺以一個五年級的世代 我可以更謙卑的用好奇心去聆聽他們的故事 用尊重去理解他們 雖然我們常說教學相長 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知識上面的彼此學習 因為即使是老師跟學生 他都有不同的世代經驗 這都是一個可以看見彼此相互學習 相互成長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非常推薦各位朋友看這本書 也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訪問蘇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佛提鞋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谋 万千总 继续的去梦想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大概知道 我最近都在关注有关于民凶大学路 老树的保存的问题 因为县政府想要 以交通安全作为一个理由 想要去把树木移除 当然待机的居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 但是他们除了希望老树可以保存之外 也能够去把道路安全做得更好 所以也提出了双赢的方案 一开始县政府其实不太爱去理会 也没有什么政变的回应 但是因为乡民的坚持 以及很多媒体朋友的这种关心跟报道 让这个县政府也愿意提出两个案子 来让大家共同来讨论 也愿意开始跟居民沟通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那不过当我们再去更仔细的去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发现除了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的是 前瞻计划之外 其实大学路全长要去修整的这个路段大概五公里左右 可是他花了一亿四千万 那这一亿四千万 其实如果你在仔细的去看这个标案 你也会发现这一亿四千万 其实是分成了这个四段 那每一段大概是两千到三千万 不等的这个金额 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破碎化的工程 明明如果你要去把这个工程做好 考量到它的一致性是很重要 那当然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五千万以下的 这个所谓的工程的这种标案 这其实是不需要再经过它的上级单位管考的 那所以未来这个假设真的做的话 这个到底有没有人监督 恐怕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绝对不会是发生在民雄大雪路上 它很多的政府的标案或者是整体的这个钱瞻计划 它在这个历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这些钱有没有被好好的使用 这些钱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跟当地的居民 有一些很好的沟通跟讨论 这些钱有没有人去监督它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这个议题 当然从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台湾公共工程的一些问题 也要再特别的去做一些留意跟小心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前瞻计划 开始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这非常高度的高额度的这些所谓的我们的纳税钱 千万不可以被这些政府的人员随意的去浪费 也不是随意啦 一点点的浪费其实都不应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南投鱼池乡 这个有关于传统领域的这个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今年八月南投关系在乡台会与传统领域 前方南投关系会来丁城 反对万民会在今年六月 中国的少数传统领域的范围 全乡几乎被纳入 因为已经会反对台湾弟弟的进行 这个月后台北会提案 提出免得关注民党也得到通过 建设案都要需要他们同意召开 那第一个他们可能的负担也很大 然后也匡入废时 所以因为这样子来延当整个建设 而且公共建设为什么需要他们去同意 允访所表示 公共传统领域的范围 虽然这些有关公优地 不过包括大型开发案 还有这些道路透关顶公共建设 都必须要经过少数部罗会议通过 虽然万民会还来将主乡统领域的属行范围 所见到必须要还评的开发案 不过最好要是英华乡民不满 怪他退出北帝的关注民兄弟 不过广乎表示 控制的影响到伊生保祖 丁民会是经过行政院同意的 预定的五十五国员住民相 这样子所以还是要 如果他送来我们会转到丁民会 丁民会也知道了 说迟一过通 虽然公共表示 我们会保障的范围博会 每年只有五百万 还有和伊大嫂的一些船 丢队相当严格 在这儿退出北帝的关注民兄 也就会透过行政诉讼 丁民建筑中心化学的合选空间 现在南岛综合报道 好但我们看到这一则的报导里面 其实你也会发现 其实非原住民的朋友 其实对这样一种划分 以及被划分在传统领域当中 很多事情必须要经过 这个少族的议会同意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不满了 不过这当然会变成是原汉 或者是怎么去 共同生存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原住民传统领域的 这种保护在过度的 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过度开发底下 很多的原住民族 他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 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也让自己的生活出现了这种 所谓流离失所的这样一些情况跟问题 当然我觉得虽然有朋友会提到说 这样子什么都要经过你们讨论 他就很多开发都不能做了 但是我要说所谓的开发 不一定是要去做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森林公园 或是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一些设施等等 所谓的开发其实或者是所谓的进步 他应该的是如何去跟这种传统的文化 去做一些连结 如何让这种原住民的文化是可以被看到 这恐怕也是另外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 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也许当我们开始愿意跟这些 所谓的传统领域的里头的原住民族朋友 愿意去沟通去讨论的话 那也许会发展出新的创意跟新的可能性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有关于清洁工的这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职业鉴定有舒适 职业鉴定有舒适 劳动部重启调查 劳动部重启调查 政党请给队员陈志鸿来到劳动部的门口中情 一百凶四年九月 他要对本作家来的时候刷刷 造型水甘刷出去 原本通知劳动局林町是七十一半 不过他的故事 清洁街宿大队林委有真意 经过了劳动部七十一半 冠定委员会的冠定 在今年六月林町不是七十一半 曾志鸿在七月叫清洁街宿大队 是头路 没有给出令人幸福的理由 就对我做出了鉴定 哪来的公平 在国内七十八的林町 常常有真意 像清洁街宿大队 当今要拼本所半年的东西 可能会对邮宿局 散心了很大的负担 不过因为劳动 不可能每天都去记录自己 实质的工作内容 造型在真意发生的时候 基金和因果的关系 硬硬硬硬来认定 曾志鸿向西投入后 拿出塑完到今已经要半年了 还没等到生意结果 已经超过三个月生意的期间 他希望塑完生意委员会 可以让他告定说明 他诉求是说要倒会陈述 那我们也已经通知他 在这个十二月二十一号的下午 来到宿院会当中来跟委员倒会陈述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职灾 或者是像过劳的情形 非常非常严重 事实上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到了 到目前为止 很多都必须要由劳方 来提出这种所谓的鉴定 或是记录 说实在的 当然劳方他可以去是这样子做 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劳工 他恐怕在自己要去好好做完 自己的工作都很困难的 他怎么有办法去做一些记录呢 同时有些这些所谓的职灾 或者是这些过劳的问题 是一种长期累积 而且是一种隐形的 那这样的一个长期累积 跟隐形的这种状况 也不可能把 也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去推给劳工朋友 相反的政府怎么去做一套机制 甚至是也许必须每隔一阵子 由劳方或者资方 他们共同去认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府在做某种的介入 也许还可以有一点点解决的方法 但是只是如果把这个问题 全部把这个责任 举证举证交给劳方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强能所拦 好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 是跟进修有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用过那种暴力龙打到脆狗狗 向上打破台台本一的八十回 台台本一工会拜时再去开机家会 出席台北市劳动丘事件作出的函性 人员一方一年来 将病人要求医疗经管 利用休戒时间上去进休 却不让他们加班会议这次保休 违反有机会 工会批评这样的劳息 只会让会关以后减得减重 也可能应用白人照合安全 这样间断式的休息 在外加我在工作上的负荷量 然后还有上课的时候 密集度跟复杂度的课程 这种精神力以我们来讲说 要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力去照顾病人 我们也非常的害怕 工会制作医疯要求医疗经管 每年要接受感染关系 消防安全训练中进修课程 既定到合备房顶提出但为医疗经管 还要另外接受技术训练 今年进修的事实施超过了100点 那是没有完成就要面临调节 那只是影响固执 但是这些库庭却不比医疯 看着是更多时间 虽然陆冬教正经进行 乐主正义协调 但是一直没有在到台台便衣 审议会训 有一些课程是必修课程 我们本来就同意要给休假 跟那个或是用假班会 这个是我们医院里面已经有的协议 工会共调 陆冬教已经经营韩文台台便衣 今年工会提出的部分必须固定 应该要看这个时间 应该发现千加班会 那些是不休 那是一方没正式问题 中方陆冬教提出 没定期入检 他目前已经知道 包括性更加也得便宜 以后经完部分进休课程 都有说到 记者综合报道 近来医院要求这个员工进修 这个进修其实也不是只有考虑到 员工本身自己的成长 我相信回去要求员工进修 也意味着这个公司 希望这个员工的成长 能够对这个机构是有一些贡献的 所以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进修的时间 没有放在工作的时间 恐怕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妥的 一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 未来在很多的 我相信不管是公务机关 跟这个所谓的商业私人的机构 也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这是所谓的雇主 必须要去记取的一个现象 那也就是当我们在看到 这种如果你要求你的员工去进修 他应该要算在他的工作时间 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